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点滴记录 中国法治进程 今日说法 久未见面的孩子 令人担心的传言 那天呢 他住了亚神抱我的个儿大妈 他也挺好的 他都告诉他 他业恩来的亚神那些话 几经探访 找到孩子的下落 母亲却没能带走他 那家鱼 反正要是要害的话 也就是给他残酷 要害我给你 我说你们要吧 我说你只要我这个残酷就给我 是拐卖还是送养 一场纠纷两种说法 反正作为这个孩子的母亲 他要求把孩子带走 这是他的合法权益 那么老崔是无权阻止的 寻找小可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白燕今年三十岁 怀里抱着的是他出生未满四个月的女儿 他还有一个大女儿名叫小可 今年不到三岁 因为自己和丈夫都在外打工 大女儿小可自从一岁多断奶之后 就被送回山东莱州的乡下 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但是二零一六年六月中旬的一天 白燕听人说 大女儿小可已经很长时间没在爷爷奶奶家了 这让她感到奇怪 老人家里没有电话 丈夫也联系不上 白燕只得打了个车往家赶 孩子果然不在家 白燕的心里越加紧张了 她仔细询问孩子的去向 孩子奶奶的回答让她大为震惊 孩子的奶奶说 2015年国庆节前 自己的儿子 也就是孩子的父亲 回家把孙女带走了 说是送到孩子的姥姥家去 孩子奶奶的话 让白燕一下子蒙了 她都告诉她 她也挺好的 她都告诉她 她爷爷奶奶在家里挺好的 2015年国庆节 白燕因为怀了二胎 就在娘家待产 跟丈夫见面也少 女儿小可她也顾不上照顾 此前 丈夫一直都跟她说 孩子在爷爷奶奶家挺好的 谁知孩子早就被丈夫带走 而且丈夫还撒谎说 孩子在姥姥家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访 白燕的丈夫为什么要把女儿带走 而且还要撒谎呢 现在看 只要找到孩子的父亲 那就应该能知道孩子的下落了 但是白燕说 她现在见不到丈夫 因为丈夫犯了法 在看守所呢 白燕丈夫犯法的事情 还要从2016年3月说起 当时在山东烟台市的一些农村 接连发生了十几起盗棋案 村民侯爱凤家就是其中之一 这门都开了 我说回了 我也开见面 我看开楼就回了 侯爱凤回忆 3月9日上午 她从外面回来 一进院她就看到房门开着 她赶紧进屋里查看 经过检查 侯爱凤家被偷了一台台市电脑 和两台笔记本电脑 侯爱凤是3月5日离家 3月9日回来的 小偷应该是在这期间入室盗窃的 当时警察对现场进行了勘查 发现现场的大院门 门锁是完好的 侯爱凤家的院墙不高 上面没有防盗的设施 院门的门锁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警方初步判断 小偷可能是翻墙入院实施盗窃的 没有发现有架子的很惊不胜 之后警察到邻居家走访 询问近期是否听到异常的动静 一番调查之后 警方还是没有什么收获 就在警方调查侯爱凤家失窃案的过程中 当地仍然不断有盗窃案发生 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内 发生了十几起盗窃案 而且作案手法类似 警方分析 这很可能是同一个或同一伙人干的 由于这些盗窃案都发生在较为偏僻的农村 而且案发时间很多都是在夜里 这给警方的调查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十几起盗窃案 现场都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痕迹物证 这很可能是一个贯偷 对警方来说这个案件的侦破难度不小 不过他们觉得只要这个小偷还继续作案 总会有露出马脚的时候 而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 2016年3月21日 在村子里又一家农户被盗了 看哈我一进这个阶门 我就看这个门斜了 怎么着就斜了哈 这个门啊 但他没这个大网 没这个大网 没这个大网 没这个就没了 等着我一看 我说可能是真的阴了吗 我只要往前一走一看 家界是没有了 和之前发生的盗窃案一样 老邹家的大门门锁也完好无损 家里被盗了一台液晶电视 不过不同的是 这次技术人员对现场进行勘查之后 他们有了一个重要发现 发现这扇窗户的锁扣被破坏 最后成功了在窗框上发现了一枚指纹 那么这枚指纹会是小偷留下的吗 如果是 那么这枚指纹对警方来说意义重大 这些年来随着刑侦技术的发展 公安部门建立了指纹库 里面的指纹都是来自前科人员 只要现场的指纹和指纹库中的某个指纹比重的话 小偷的身份就能被确认 经过仔细比对 结果令人兴奋 比重了指纹库里有一个前科人员的信息 信息显示 这枚指纹是一名叫王磊的前科男子留下的 2003年他曾经因为盗窃被蓬莱警方拘留过 不过进一步查询王磊的身份信息 侦察员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 户籍系统中竟然查不到叫王磊这个前科人员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可能是因为当年这个 嫌疑人这个嫌疑人被采集资料的时候 爆的是假的一样 只是说知道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指纹 是是是这个人留的 但这个人具体 他他真实身份是什么 他在哪他在什么地方 我们现在可以说 有无所谈起了 在当年的指纹资料中 登记的只有这个前科人员的名字 出生年月和一个家庭住址 没有他的照片 那么此人到底是谁呢 经过查询 侦察员发现 当年这个人自曝的家庭地址 在蓬莱确实有这么一个村子 他们决定到村里去问一问 他村里有没有个叫王磊那样 根据群众提供的情况 村里头并没有一个叫王磊的人 看来当年这个自称叫王磊的前科人员 报的应该是假名 此时对于警方来说 他们本以为指纹比重了 嫌疑人的身份得到了落实 案件很快就能告破 没想到这个名字竟然是个假名字 这让侦察员不免有些懊恼 那么怎么才能查清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呢 突然一个念头在侦察员的脑海里闪过 因为在我们这边的农村啊 好多人报这个出生日期都报的是农历的日期 有没有可能这个王磊当时报的就是他一个农历的日期呢 当年的这名前科人员王磊自曝的出生日期是1985年7月16日 侦察员猜测7月16日可能是农历7月16日 之后他们就把农历转换成了杨历 时间是1985年8月31日 以这个日期和这个地址上报的地址包括这个王姓进行检索 结果发现了一个叫王健磊的人 之后侦察员决定再次进村里进行调查 他们了解到了一个重要信息 反映王健磊平常有小头小膜的习惯 王健磊家的地址和当年自称叫王磊的前科人员所报的地址是同一个村 两人的名字只差一个字 而且据村民说王健磊平时有小偷小摸的习惯 据此警方认为王健磊很可能就是当年的前科人员王磊 之后侦察员就围绕王健磊展开工作 很快在烟台一间出租房里他们找到了王健磊 我们已经我们都扣养了 然后发现了一大宗这个像书表啊项链之类的 在王健磊租住的出租房里 侦察员发现了一些手表项链还有手镯等物品 经过讯问王健磊交代 这些东西都是他偷来的 事实上王健磊就是白燕的丈夫 父亲进了看守所 女儿下落不明 孩子奶奶的一句话 小可的去向有了眉目 寻找小可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现在丈夫因为盗窃被刑事拘留 进了看守所 在审判之前白燕无法去探视 见不到丈夫就无法知道孩子的下落 白燕着急坏了 她担心孩子有个三长两短 就在这个时候 孩子的奶奶提到这样一个说法 男家那个哈 叫他爸给送银了 孩子的奶奶说最初 她是在村里的一些人那里 听到的这种说法 可是她并不相信 我不相信啊 为什么 那么说她自己的爸爸能送银吗 孩子的奶奶觉得 自己的儿子怎么可能舍得把孙女送人呢 她想找儿子核实这事 可当时她不知道儿子在哪里 家里没有电话 儿子的手机号码她也不清楚 现在听儿媳说孙女根本就没有在姥姥家 她才觉得外面的传言可能是真的 听了婆婆说的情况白燕很吃惊 丈夫难道真的把女儿送人了吗 她赶紧到村里四处打听 打听的结果还真有这么一回事 白燕打听到孩子在邻村以后姓崔的人家里 她赶紧上门去找 白燕说自己跟丈夫以前很少回老家 此前她已经有大半年没有见到女儿小可了 没想到现在孩子果然是在催家 而且已经不太认识她了 这让她既难过又困惑 孩子是怎么被丈夫送到别人家的呢 她好像是有别的餐带没拿 也没想合同 完了之后就走了 但是害她没抱走 她就给你留在你手里一人手里 她都说 老婆跟你编一毛 不然有了跟你编一毛 关于孩子是怎么到自己家的 老崔的说法是这样的 她说2015年国庆节前 一个亲戚跟她说 有人要把孩子送人 问她要不要 有个孩子你要不要 你要你就去看看 老崔夫妇已年过半百 这么大年纪了 为什么还要想去领养一个孩子呢 说起这事儿 老崔的心里满是伤痛 老崔夫妇原本有一个儿子 四年前因为一场意外 离开了这个世界 儿子的不幸离世 给了老崔夫妇极大的打击 老崔说 在他们那儿的农村 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 但夫妻俩年纪都不小了 再生育是不可能了 所以他们就想领养一个孩子 老农必须在法党里 他能有不少个要好 当听说有人要把孩子送人 老崔决定去看一看 2015年10月1日 国庆节那天 在火车站老崔见到了一个 带着孩子的男子 老崔回忆 老崔回忆 当时孩子的父亲 给他看了身份证 他才知道孩子的父亲 叫王建磊 是邻村的 见孩子长得挺可爱 老崔有点动心 老崔说 当时他跟孩子的父亲提出 要孩子的出生证明 一来他是想确认孩子是不是王建磊的 二来以后办收养手续也用得着 之后王建磊给他拿来了孩子的出生证明 老崔说 当时孩子的父亲提出 在办收养手续之前 就想把孩子放在他这里 就这样小可到了他家 但之后发生的事情 让老崔没有想到 这一期大多的学 我年都没联系 原本说好国庆节后 老崔和孩子的父亲去办收养手续 可这之后老崔说 他再也没有联系上孩子的父亲 就这样小可在他家一待就是大半年 没想到 现在孩子的亲生母亲找来了 在白眼看来 老崔的说法听着有点蹊跷 但不管怎样 既然孩子找到了 他就想把女儿带回家 可是崔家不同意 那家人 反正要是要害的话 也行 都是给孩子残队定了 要害我给你 我说你们要吧 我说你借过一个钱你就给我 老崔提出孩子在他家生活了大半年 这期间他和妻子投入了大量的感情不说 光抚养费算起来也是一大笔钱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 那就是孩子的父亲把孩子送给他的时候 从他那里借走了五千块钱 孩子的父亲当时还给他打了欠条 那这个五千块钱算是什么呀 他借过的 像你借的五千块钱 老崔觉得只要把这些钱给了他 他也同意孩子母亲接走孩子 可是一说到钱 白燕很无奈 我都没有钱 我现在没有政策的能力 你知不知道 我有时候我能干 我离不开市 我没有法出去 白燕说 丈夫向老崔借钱的事 他根本不知道 而且结婚三年来 夫妻俩也没攒下什么钱 年初生小女儿住院的费用 还是他自己父母出的 现在小女儿还很小 他根本没有办法去打工挣钱 我关照谁 我都没有人碰我 我拿不出这个村子 要不回家 丈夫不光把孩子送了人 还借了别人的钱 这让白燕十分气恼 事情传回孩子的奶奶那里 孩子的奶奶说 自己的儿子干出这等糊涂事 估计也是事出有因 这几年 他和老伴身体都不好 以上失劳动能力 靠低保生活 儿子把孙女送人 可能也都是觉得 老人带不了孩子 大概是 我去年中 病了一下 我没有这个能力 哄这个汗 孩子的奶奶说 家里确实困难 但再困难 也不是把孩子送人的借口 儿子这么做太不应该了 是什么让一个父亲 瞒着家人舍近女儿 谜底揭开 问题却依然难解 寻找小可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 是中华女子学院的李明顺教授 欢迎李老师 毫无疑问 王健磊干了一件蠢事 把自己的女儿放到别人家去养 而且还跟人借了五千块钱 那现在的问题是 他的这个行为在法律上是怎么定性呢 在我看来 王健磊的这个行为 还可以定性为寄养 而不是把它作为 出卖自己子女的那种拐卖行为 因为他没有说 我为了获取这种明显 超出这种抚养费 什么大协费这类的巨额的财产 而是在自己生活比较困难 没有办法养这个孩子的时候 那么把这个孩子送给别人 而且他这个钱还是借的 所以综合各种情况 我个人认为 他还是一个寄养的行为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接收孩子这一方 老崔 他以为他这个就算收养了 这孩子就算留到他们家了 他这个行为算是收养吗 收养法明确的规定了 从送养人的角度来讲 是谁可以送养呢 就是说 孤儿的监护人 福利机构 还有这个生活有特殊困难 无力抚养的这个生父母 那么从收养的人来看 那么他首先必须是年满三十周岁 五子女 然后有这种抚养能力 而且不患有不适宜收养的疾病 但是送养必须是共同送养 也就必须孩子的父母共同送养 那么在这个案子上来看 女孩的母亲 她是不知道孩子被送养的 再一个 在我们国家 这个收养的行程 必须要经过这个民政部门进行登记 他也没有履行这样的登记 不能双方私下里 说我这孩子给你了 好我接下来 这就算收养完成 这不行 所以无论是实质条件 还是程序条件上来 都没有形成合法的收养关系 在看守所记者见到了王建磊 说起盗窃的原因 他说全是因为一笔高利贷 就是在碰磊的时候 就是给人家借了的钱啊 就是高利贷 王建磊回忆2014年冬天 他跟人借了2000块钱的高利贷 这笔高利贷一个月的利息 就是500元 就是 剩活 就是家人给自己 妹签 妹签的个人 良好点 王建磊说 那个时候大女儿还不到一岁 妻子得在家照顾孩子 她本想自己出去打工 可当时是冬天 工作不好找 眼看家里快每米下锅了 她又不好意思跟亲戚们借钱 惊人介绍 她就跟放高利贷的借了点钱 花钱可能比较重一点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就感觉借了这个钱 可能就是 不是不打散欢 就是没想到这个高利贷这么厉害 之后王建磊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挣不到钱可高利贷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欠了好几万的利息 王建磊说 这期间放高利贷的人不断上门来讨债 有一次还把他家的窗户给砸了 高利贷越欠越多自己又还不了 债主还经常上门来闹 弄得家里鸡犬不宁 王建磊决定带着妻子到外面躲债 把女儿小可留在了母亲这里 王建磊说当时工作一直没找到 后来妻子又怀了二胎 为了减轻生活压力 他就让妻子回了岳母家 不久之后他就把女儿送了人 王建磊解释说 原本他是想把女儿暂时寄养给别人 等追债的人不再找他了 他再把孩子给接回去 而事实上王建磊把孩子给老崔的时候 对老崔他并没有说实话 老崔说当时王建磊想把孩子送给他收养 而且还从他那里借走了五千块钱 对此老崔的说法是当时因为王建磊把女儿的出生证明给了他 并且同意去民政部门办收养手续 他才同意借钱的 而对于丈夫把女儿送人的事情到现在白燕还无法理解 把女儿送给老崔的同时 王建磊也借到了五千块钱 可五千元并没有解决燃眉之急 王建磊说借来的钱他没有用来还债 何况还债钱也不够 他就都用在吃喝上了 钱很快就用光了 此后他就开始干偷盗的勾当 如今王建磊因为涉嫌盗窃罪进了看守所 他的妻子白燕带着年幼的小女儿在公婆家艰难的生活 而他们的大女儿由于王崔两家关于抚养费的补偿问题协商不成 依然生活在老崔家 他要是长大了知道曾经有这么一段过往 你觉得你对得起他 对不起 现在白燕找到孩子了想把这孩子接走 接不走老崔说你不还我钱这孩子你不能领走 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 第一个这个白燕作为这个孩子的母亲 那么是这个孩子的监护人 他要求把孩子带走 这是他的合法权益 那么老崔是无权阻止的 第二个老崔的这个钱能不能要回来 你比方说他借给这个王建磊的钱 他当然可以借贷关系 当然他可以要回来 养孩子的钱 那么养孩子的这个费用 那么他也应该得到适当的补偿 可白燕拿不出钱来呀 我觉得不能以补偿作为 是不是让白燕带走孩子的条件 第二个这种补偿不见得是马上兑现 那么他作为一种债钱债务的关系 那么以后还可以慢慢的来 就是不能一手交钱一手接人 对这是不行的 抚养孩子是父母的法定义务也是职责 不能因为生活遇到了困难 你就随意的放弃孩子 如果说你真的无力抚养了 那也需要经过法律程序去送养 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尽快的介入 把这个事情尽快解决 让孩子回到母亲的身边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演播室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